語言,語言他寫過兩次 一次比較重,一次比較輕 這是我挑重的 主要原因是我自己寫字習慣裡面 還是會偏輕啦 其實很多人寫字會偏重或偏輕 這很難改啦 改了三十幾年也改不掉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的習慣 其實某種程度偏輕啊 塞,這個是要有斜度 塞沒有一撇齁 不要雞婆去點那一撇啊 運火筋也寫過 點的很大 扭轉下來 讓它繞回去 再抬上去 下以後 寫得很大 再折上去 呼 爺爺,爺爺也是寫過很多啦 爺爺如果找不到最簡單 帝啊,帝 就有異爺 傳 自己的名字 通常就是最難寫的字 因為怎麼寫自己看都有時候都覺得不太順眼啊 這也沒辦法 寫短 納長 陳 中 如果像我這樣覺得自己名字不好寫 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名字啊 那就會好寫了 所以古代很多字號啊 你也可以去取一個 好寫 它跟上次不一樣啊 這個劍 其實陳中劍在牽制紋裡面 都剛好出現過 所以就要讓它寫得有點 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記得你上次寫成什麼樣子 要改的跟它不一樣 書 書也是第二次出現了 那第一次你還記得嗎 可能不記得了 那沒關係啦 千字文這麼多字很多說 我就記不住 記不住沒關係 記得每次寫的不一樣 如果要你寫一樣 就趕快抓回來再改一次就好了 沒有關係 就趕快抓回來再改一次 咱們